沙石车拦腰撞轿车 一家五口一死四伤 车祸现场 小轿车被沙石车撞得面目全非 台南41岁男子林丰城 昨天开车带妻子与三名儿子到屏东 车子行进台一线内普段 左转自强路时 突然遭38岁男子陈顺利 驾驶的沙石车拦腰撞上 消防队破坏车体将一家五口松衣 但坐前乘客坐的 九岁大儿子林彦衡伤重不治 而林丰城与两名幼子头部受创 有颅内出血情形 后座妻子则又大腿骨折 沙石车司机陈顺利表示 因轿车突然左转 来不及反应就撞上 警方已调及附近监视器画面 厘清造势责任 动新闻屏东报导